这件事发生在两周前 大学毕业后 因为一切都需要靠自己 所以住的地方条件不是特别好 我一直很讨厌那几个邻居 其中一个素质很低 总是把音乐开到最大声扰名 另一边的邻居 看起来让人觉得很害怕 那里住着两个女人 一个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 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 但是她患有严重的精神病 有时候 我坐在我前院的时候 朝隔壁看过去 会看到那老妇人 拉着那个精神病的女人 她们之间 好像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年轻的女人在尖叫的时候 双臂交叉 身体不停地摇晃 有时 她会看向我这边 指着我 然后跟老妇人 小声地说了些话 她们这样的举动 让我很害怕 我会立马躲进屋子里 我每天早上要上班 所以都习惯了早睡 在我睡觉的时候 隔壁的邻居 总是在吵闹 我听到了那个 有精神病的女人在叫着 接着那老妇人发火了 也跟着大喊起来 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走到她们家 猛敲她们的门 那个老妇人打开门 竟然反问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压着自己的怒火 对她说 麻烦你们小声点 我还要早起上班 她低着头 扬起了眉毛 对我很不耐烦 就在那时候 那个年轻的女人 走到客厅 继续尖叫着 老妇人不让我接近她 于是砰的一声 关上了 当时的我 既无奈又生气 我回到房间后 隔壁那两个人 终于安静下来了 睡到一半 我突然醒了 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但我看了看我的闹钟 发现才凌晨三点 没多久 我听到楼下 似乎有些声响 我起床走到门前 确认一下 是不是听错了 当我没有再听到任何声响的时候 我又继续躺在床上睡觉 我睡了大概二十分钟 又被惊醒了 但是 不知道是什么声音 吵醒了我 后来 我又听到了些声响 于是 我打算把放在床头的手机拿过来 打开手电筒 看看发生什么事 当我找到手机的时候 我犹豫了一下 我静静地看着 这黑暗的房间 看看每个角落 突然 房间里 传出了点声音 我往床边看过去 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 我立马打开了手电筒 看到了那个疯女人 她看到我之后 立马对着我大叫 我也被吓得尖叫了起来 我一边叫着 一边跑出去 我回头看到 那个女人也跟着我 我立马把卧室的门关上 一直往楼下跑去 然后 把通往楼上的门给锁上了 就这样 我把她困在楼上 我拿出手机包机 那个女人 使劲地在敲门 当警察来到我家 我告诉他们 那个女人有神经病的 就住在隔壁 隔壁的老妇人 立马过来 恳求警察 让那疯女人离开 但是警察却坚持说 必须要带回去警察局 而其中一名警察 还问我 要不要起诉她 那老妇人 听到了警察对我说的话 她用凶恶的眼神看着我 即便我选择不起诉 她看着我那凶恶的眼神 依然没有改变 后来 警察把老妇人赶走 老妇人依然狠狠地盯着我 她回到自己的家里 我看到她开车出去了 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那两个女人 依然还是住在我旁边 不过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 我正准备 搬出这个地方 让他们在一起 对安全的架 还给我 不过 我有点 Nerf 也 不过 烟